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关注 透视仙科技 脚手机器人 各位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 透视新科技节目 我是主持人盛春 在过去 医生要为患者做脑部手术 不仅需要医生有足够的经验 同时他的手要非常的灵巧 稍有闪失就可能导致手术失败 而现如今随着科技的发展 机器人可以辅助医生来做手术 在手术的过程当中 不仅可以减少时间 更可以大大的降低对患者的创伤 我们通过短片去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 神经外科手术是外科领域极为年轻的学科 一百年前 在人脑里做手术 是一件让人闻风丧胆的事情 脑部手术的死亡率高达百分之九十 随着显微镜影像神经导航等技术的发展 神经外科手术的死亡率才降至百分之五以下 然而开颅手术后的漫长恢复期 仍然是患者及其家属 无法承受的生命之痛 降低手术风险 提升患者术后的生活质量 一直是神经外科医生自私以求的目标 近年来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诞生 机器人走进了神经外科手术室 神经外科手术机器人 有什么特殊的本领 又会给患者带来哪些福音 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请来的两位嘉宾 一位是首都医科大学 宣武医院的主任医师赵国光 另外一位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机器人研究所的副教授刘达 神经外科的手术难度有多大 脑内结构是非常复杂 人类的大脑也就是 一千二百多克 有一千亿的神经元 是相当于一个城市里的 所有网络 所有的街道 每个部位都有功能 在大脑里边做手术 需要非常的精准 如果有偏差的话 比如说把血管打爆 这个在患者身上 就是一个灾难性事件 还没治病就出血了 可能导致病人不会说话 或者甚至瘫痪 所以精准度是我们追求的 一个重要目标 神经外科医生 在做手术的时候 要求有多高 作为一个外科医生 应该是有一个叫鹰眼 就鹰一样的眼睛 能够看到病灶 或者看到出血 同时有一个巧妇的手 就能要绣花针 还有一个就是慈母之心 对患者的关爱 所以这三个要素 是一个好医生的基本条件 做手术都需要一个 长期的训练过程 不是说天生 你就能够把手术做好 在神经外科 尤其是需要一个 长时间的培训 我们现在大概是 毕业以后的 神经外科专业培训 还需要七年 其中有一年的时间 就是要让做显微的解剖 然后做操作 比如说我们可以做小鼠 做它的自体的肾移植 就把肾翻转完以后 把血管吻合上 那么这个需要训练 手的稳定性 在显微镜下 用那么小的动物来做手术 对 来训练缝合 手的稳定性 还有对出血的判断 缝是容易缝上 但是缝完通不通 有没有血流供应 考核手术成功与否 巧 是我们保证手术的重要技能 但是不是一蹴而就 需要长期的训练 在七年过程当中 我们既有显微的训练 这一个阶段 同时这七年当中 也要接触临床 接触病人 在上级医生的带领下 来操作 医生的手已经那么巧了 为什么还要研究机器人 对于神经外科手术的机器人 目前来讲 最重要的两个环节 一个是精准性 因为在脑部手术里边 它最重要的一个 就是它的精准性的问题 既然要实现机器人手术 机器人的精准性 应该比人手操作 哪怕多年训练之后 它还要好 这样才对医生有帮助 第二个就是灵巧性 那么人手 它是有动作的极限的 机器人呢 我们可以实现无死角 全方位的这种动作 所以我们认为机器人 只是部分的功能 或者说部分的这种性能 要比人手要强 手术是一个团队嘛 需要我们的医生 进行训练 但是我们也需要一些 更精准的伙伴 神经外科手术机器人 就代替了这样一个角色 在深部的时候 在需要精准的时候 在需要手部抖的时候 需要神经外科机器人 来跟我们帮忙 在这个操作当中的一些器杰 也可以通过神经外科机器人 准确地放进去 手部抖 放进去 而且穿刺五六公分 路径还是一眼准确 那么希望每一个患者 打的都是实环 那么每一个都是成功病例 所以这样的一个 还体现出的 就是我们说的慈母心 就是医生对患者的关爱 最大的关爱 就是把病治好 不出并发症 机器人跟医生的手 对比优势是什么 我们整个一个系统 也是分为三部分 虽然说我们简单来讲是手 但实际上是脑 眼 手 三部分 我们哪是指计算机的 手术规划系统 那么就是输入医学的影像 第二部分 逆人的医生的一眼案 是一个光学跟踪定位移 就是说我们在没有 做穿刺或开炉的时候 不知道这些刀下去 下边有没有重要的血管 那么机器人通过 手术前的影像 给我们做了一个导航 我们不是透视眼 现在通过机器人 我们能有一些 透视眼的功能 神经外科机器人 对医生来进行辅助 它的意义就是 帮助扩大了我们的视野 第三部分 才是我们所谓的狭义的手 就是这个集结幣 最基本的性能的特点就是 一个是高精度 第二个就是高灵活性 来辅助医生 完成一般的医生 所达不到的动作 和达不到的精准性 我们原来经过七年的训练 也不敢保证 一个高难度动作 每次都成功 就跟着奥运会的 4.0系数的体操似的 你不一定说 落地都那么稳定 那么它能够精准 这样一个稳定 机器人到底可以帮助医生 做怎样的手术 通过短片去看一下 在医院的诊疗室内 来了一位十多岁的小患者 严重的先天性癫痫 使他生活无法自理 然而核磁共振 脑电图等检查 都无法确定病造的具体位置 手术难以进行 癫痫类的脑部疾病 之所以难治 正是因为外围检查 始终无法探测到 脑部异常放电的区域 要解决这一问题 往往需要打开患者的颅骨 在脑中植入电极 通过脑电监测 捕捉癫痫发作时的脑电波 从而准确找到 引发癫痫的具体部位 然而脑内密布着神经和血管 牵移发而动全身 这种大开炉的手术 难度大 风险高 任何手术失误 都可能带给孩子 灾难性的后果 医生们最终决定 让新研发生 出来的神经外科手术机器人 参与手术 将电极植入患者的脑中 神经外科手术机器人 怎样辅助医生 实施这次手术呢 在脑里植入电极手术的难度和风险是什么 传统的电弦的话需要开刀 比如说我们做一个切口 然后把头皮切开 然后把颅骨要打开 这需要钻 其实跟木匠活差不多一样 也需要钻 也需要洗刀 也需要锯 然后打开以后呢 我们再去 这就叫传统的经典的开毒手术 暴毒大脑 我们看的是脑表面 那么脑表面的话呢 只是表浅的 而深部的是医生看不到的 除非你去把脑子劈开 或者把珠网膜剥开 把深部结构反映出来 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有创伤了 比如说钻颅骨的时候把血管打爆 就像家里装修似的 你装个镜子 其实你一个下去 后边就是家里的水档 水档就爆了 这个在患者身上就是一个灾难性事件 手术机器人可以做什么 做手术之前 我们要把患者手术的所有的影像 都要输到这个机器人的脑子里 就是这样 我们有了一个开车的导航图了 导航图里面呢 就是把血管都勾勒出来 大脑的血管 这样呢我们就可以选择血管之间的入路 避免造成血管出血 这个就是手术前的规划路径 再我们选择把点 脑内的把点选择什么部位 我们都有一个测量 所以第二天患者进到手术室 机器人已经知道 他的脑子的结构是什么样 而且你也知道我们规划的路径在哪里 这时候就需要机器人跟患者的头颅之间 进行一个匹配效准 每一个效准可以把这个机器人跟患者的头颅进行的一个锁定 再由我们操纵机器人的时候 它的机械臂就可以自动地旋转 然后达到一个角度 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就可以通过手术通过切口 然后把我们所说的电极放进去 所以手术医生跟机器人之间在为患者做手术之前 都做了一些前期的沟通和信息的输入 这就叫做脑机接口也好 叫人机对话也好 来保证手术的安全 机器人帮助医生完成的手术 结果怎么样 通过短片去了解一下 这次癫痫手术成败的关键 在于对疑似病造点的定位 机器人通过人脑地图导航 快速锁定下刀位置 并把电极置入患者的大脑深处 精度达到0.5毫米 30分钟后 6根电极全部置入成功 原来需要花费4至5小时的手术 现在仅用2小时 神经外科手术机器人成功应用 将给患者带来什么影响呢 在手术的结果上 您怎么评价 因为机器人可以放置我们所有深部的电极 来达到不开脑子 不开刀的这样的情况 创伤点滴了 避免感染 这个原来没有这样的一个器杰的话 很难实现那么精准的手术 我觉得是一个医生的好伙伴 为患者共同做精准手术的一个辅助设备 机械手介入医疗手段之后 对医生带来的变化是什么 我们所定到的每一个把点 机械臂都能够帮助我们准确地达到 这个误差范围是0.5毫米 就已经非常精准了 那么如果要是传统的这样 没有机器人帮助的情况下 可能误差在两三个毫米左右 这之间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那么准确度进一步提高了 时间进一步缩短了 这种癫痫的电极植入 那是可能十个或者更多的电极 机器人是自动化的 它的效率非常高 医生不用一个一个来挑招 会提高手术的效率 而且自动化程度高了之后 减少医生的体力劳动 解放了医生体力劳动之后 让医生有更多的 像赵院长这样 这种好的医生 有更多的应力 去探索更尖端的手术技术 所以它是一个促进作用 用机器人帮助医生来做手术 会不会让我们的医生自身 丧失一些技能呢 我想治什么样的病 或是做什么样的手术 还是由医生来决定 它拓展了神经外科医生 什么样的本领呢 神经外科的历史 也是几百年的历史了 那么一百年前 五十年前做的手术 很多术士是被淘汰了 被现在的这样的一些技术所淘汰 那么我们现在的 我这一代神经外科医生 和我们的学生 我相信学生做的手术 一定会超过我们 他有这样的设备 科技的进步 进步来推动 比如说我们现在只关注脑出血 脑肿瘤 脑功能疾病 那么我们可能要关注修复 比如说已经梗塞了 不会说话了 不会走路了 是不是机器人帮助我们 让患者重新说话 重新走路 我们目前正在探索 而且国内外都有这样的一些 成功的案例了 让他在神经修复上 得了病以后 如何把功能重新连接上 这个是很大的一块科技的发展 目前的机械手来做手术 患者的接收度有多少 我们去门诊看病 说你需要做手术 患者和家属最常问的就是 是不是微创 所以微创这个概念在 患者和患者家属当中 是放在第一位的 第二就是说 有没有这样的一些 精准的一些设备 包括我们今天谈到的机器人 能够辅助应用它 所以我想应用前景 还是非常广泛 包括我们现在很多的 脑血管病的治疗 也是在微创 原来需要开刀 现在需要比如说支架治疗 这些都是在这个方面 进行一个变革 我们国内也正在 做这样的统计 手术时间短了 手术效果怎么样 医疗花费怎么样 患者的感知度怎么样 未来的话 患者的体验会更好 在实际使用上 会增加患者的费用吗 这要看一个综合的比较 虽然说我们手术的 有些局部费用会有提升 但是创伤小了 病人实际上 他的住院时间短了 康复周期也短了 所以从综合的治疗费用来讲 机器人手术的费用 总体来讲 要比传统手术 比如开炉手术的费用 总体来讲是应该下降的 目前的机械手 来做手术临床的应用是怎样 我们手术机器人的技术研发 是从1995年就开始了 这个产品的研发 应该是从2015年 跟宣武医院等一些 国内著名的神经外科的医生 开始来进行自主的研发的 是完全我们自主知识产权的 我们神经外科手术机器人 研发过程中 是根据具体的中国医疗环境 或者说就是中国的 神经外科医生的需求 来开展的 比如说我们的手术机器人 跟国外的特点不一样 国外的病例 也就是说每天的手术量比较少 机器人可以慢慢地去做手术 但中国的 尤其像宣武医院 一天要做很多台的手术 那要求我们的机器人的 手术效率也非常高 这个就是跟国外机器人 像不一样的地方 也是我们自主 根据中国的医生的要求 来研发的 神经外科手术的机器人 已经有20多年的技术积累了 那我们看看相应的短片 专门用于外科手术的医疗机器人 诞生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1995年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机器人研究所 就率先组建 手术机器人研究小组 开始研究和攻克 医疗机器人的关键技术 两年后 研究小组与海军总医院 共同研制的 我国第一台 神经外科手术机器人 成功完成了 神经外科手术 掀开我国 医用外科机器人应用 崭新的一页 随后 北航科研团队 研发了六代产品 成功治愈了 一万多位患者 2018年 我国自主研发的 瑞米神经外科手术机器人 成为国内首款 通过国家药监局 认证的 神经外科手术机器人 我国自主研发的 手术机器人 是如何保障 患者的生命安全呢 很多人会有一种担心 说机器人靠谱吗 我们通过大量的 检测和实验 在出厂前 是有保证的 同时做手术的时候 我们也要进行 术前的检测和实验 就要通过 在大量的动物实验 尸骨实验 乃至于最后的 临床的这种实验 反复地去提炼出 这种技术的要求 技术的特点 我们是多重的保障 另外它毕竟不是 机器人来替代医生 它是协助医生 所以这个患者 应该不用担心 在机械手的帮助下 你已经有了多少 这样临床的案例了 因为我们院的神经外科 中心在国内还是很大的 我们一年大概要完成 上万例的手术 当然这里边要分 这个专业组 比如说这样一个机器人 可以帮助我们 治疗炉内的肿瘤 常见的脑出血 还有功能性疾病 哈尼森病啊 癫痫啊 还有其他的这样的一些疾病 那么我们这个组的话 一年大概能够完成 六百多例手术 这是个什么概念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如果要是按二百二十个工作日算 周末不做急诊手术 我们一天的话 也得要完成四五台手术 机器人帮助医生做手术 成功率怎样 目前我们这个手术 全国范围内 我们做的将近三万例手术 我们目前的统计 成功率是百分之百的 成功率的百分之百是指 我们所定到的每一个把点 把点的精准度 是不是代表 疾病的彻底治愈 那是要有临床医生的经验和诊疗了 因为它毕竟是要让我们来指挥 机器人来去做 它替代的是操作层面 操作层面 而治疗结果是另一个层面 对 神经外科手术 机器人学习的能力 通过短片去了解一下 人类灵巧的双手 需要高智能的大脑来控制 与此相似 机器人的巧手 同样需要高超的脑来操控 神经外科手术机器人的大脑 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 在一次次手术中 机器人都能结合患者的具体数据 自动重建 患者颅内组织与病灶的三维图像 给医生提供数前规划 同时 他还能通过与外界的信息数据交互 获取新知识和新技能 在未来 手术机器人有可能替代医生吗 像我们赵医生这样优秀的医生 他使用过的机器人 如果用了几百台上千台手术之后 可以放到我们一个经验 并不是十分充分的医生当中 也可以做出如此精细的手术吗 当然了 比如说赵院长的学生 或者说基层医院培训的一个医生 他不是建立在零基础 他是建立赵院长每年的六百例手术 甚至上千例的手术基础上 这个相当是一个共享 也就是说这个机器学习 并不是专门为赵院长所用 是所有的医生 想从赵院长学习经验 或者是学习这种手术技能的医生 都可以共同来学习和参考的 所以其他的医生 他的学习的曲线 学习的速度 就要比他自学要快得多 这些基础 他会有智能升级 这个应该是一个机械学习 比如说我们让机器人更加的聪明 从1.0版升到2.0版 或者说今后3.0版 那么我们成功的病例 成功的选择和术式路径 这些都可以在电脑里储存 那么未来的成功案例的学习 可以优化提升 它的灵敏度和聪明度 应该说为今后普及 尤其是普及到我们县域局的医院 把我们的资源下沉 让底下老百姓获益 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前景 未来随着这个机器人 可以帮助医生做手术 是不是我们一个优秀的医生 站在北京的一个手术室当中 指挥着N个机器人 在全国各地都可以同时展开手术呢 应该这样的机器人 我们现在已经实现了 5G技术的远程的治疗 比如说我在北京 在一个县级医院 接受一个脑出血的患者 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这样一个5G技术 来指导当地的医生 利用机器人给患者做手术 那么未来的话 同时开几台 多点地去进行一个远程的治疗 应该是从技术上能够实现的 您觉得未来的机器人的发展 可能会是什么样的 有可能替代医生吗 未来的发展我也不好预测 但是就拿手术机器人来说 他不会替代医生 因为我认为手术机器人和医生 各自有各自的优势和特点 他们应该是协作的关系 也就是人擅长的部分 还是由人来做 机器擅长的部分 由机器来做 我想您问的这个问题 可能是一个人工智能 和人类智能的一个区别 因为作为人的话 我觉得包括医生 他应该是在这个人类的智能当中 要远远优于人工的智能 比如说人类有喜怒哀思悲恐惊 这是我们作为人所有的情感 但是作为机器人 人工智能 他只是接受指令 他没有一个情感的一个反馈 所以还是被医生或人类所驾驭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能不能达到个体化 实际上每个机器人 他都是要制定一个患者的 一个路径 一个方案 应该他是个体化的 那么就是在炉腔 1300毫升这样一个容积当中 机器人能够我们达到任何一个点 任何一个点 就都可以进行一个路径的规划 比如说我们要是反手 这种进行缝合的时候 这个是非常难的 你是需要很长时间训练 但是机器人可以非常容易 在这个角度可以实现 或者是突破了 我们医生即便经过多年训练 所做的一些的非常高难度动作 对 作为我们机器人的研发者 您怎么看它的未来 手术机器人来说 这种探索我觉得是有无止境的 其实就跟奥运的口号一样 是更快更高更强 从目前来看 我觉得可能三个方面比较明显 一个是性能提高 包括定位的精度 灵活性 包括它操作动作的复杂性 第二个我认为是 智能化越来越强 第三个我觉得就是 这种远程的能力 因为这个对于中国 这种医疗环境来讲 对于这种基层医疗的提高 这种健康中国这种理念 是有很大帮助的 从医生的实操手段 您觉得它还有哪些提升的空间 机器人本身 我们说的眼 脑手 机器人的话 这个眼实际上相当于代替人眼 视觉看到的就是机器人看到的 这个速度已经很快了 未来的话可能看得更加穿透 脑的话就是各种影像 各种案例都输进去 机器人越来越聪明了 还有就是关键的一个部位 就是它的机械臂上 所持的手术器杰 如果机械臂辅助我们穿进去 它不像医生 它有触感 有质感 像我摸到这儿 我们知道这个质感是硬的 软的 有没有水肿 有没有初血 机器臂就是以目标为方向 直接就进去了 但是这个反馈 就是给正常手术当中医生的反馈 机器臂现在是没有的 未来我们应该要发展到 有神经触觉的这样的一些器械臂 让它更加的趋向于人类的智能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对机械手的这种期待 您觉得离我们还有多远 医生的期待永远是高于我们目前的技术水平 但是我们会不断地去靠近 或者说这种前景去靠近 您觉得它未来还有可能 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呢 未来的话应该能够做到纳米级的这样一些 像头发丝 十分之一头发丝的这样一些电机 都可以植住在脑内 然后来监测改善人类的高级的智能 比如说情感 比如说我们说到的痴呆 比如说失语 所以它未来的领域还是非常广阔 非常感谢两位 嘉宾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透视新科技节目 如果您想了解我们更多的节目内容 可以下载杨视频去收看我们过往的节目 今天的透视新科技就到这了 我是盛春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